记者张文川台北报道 前立法委员邱毅去年3月在政论节目中评论浩鼎案时 物质台大经济系教授郑秀林是浩鼎大股东郑秀珍的包姐 暗示影射郑秀林也涉入浩鼎案 事实上郑秀林与郑秀珍并非姐妹 郑秀林自诉控告邱毅诽谤 台北地院经认定邱毅未经合理查证及散步不实 犯后态度欠佳判处三月有期徒刑可一颗罚金九万元可上诉 判决指出秋一去年3月23日在中天电视台新闻深喉咙节目中说 浩鼎案股东李排名第三或第四的郑秀珍 郑秀珍的姐姐郑秀林也是小英基金会的啊 也是反复冒懒人包的制作人 这些人全部合在一起 这个浩鼎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就是以神祭苦的外观去包藏一些政治人物的利得吗 而且是政治新贵的利得吗 郑秀林觉得莫名其妙 她和郑秀珍根本不是姐妹 她也未参与号定案 却被邱毅无端扯入 状告邱毅诽谤 申理时邱毅不认罪 便称她是硬腰上节目 制作人传真给她的脚本上写明 郑秀珍是郑秀林的妹妹 她当时误以为中天已向郑秀林查证过 就在节目中提出 两人可能是姐妹关系 但卫论及郑秀林涉入号定案没有诽谤翻译 新闻深喉咙制作人朱凯祥作证实指出 在录制此节目的前三周 3月2日秋意旧曾在中视节目网 录酸辣汤中主动提及郑秀珍是郑秀林的妹妹 并暗示是学乏利益共犯结构 法官认为即使其他名嘴如董志森 在此案之前也曾提及郑秀林与郑秀珍可能是姐妹的事 但名嘴并非当事人也和当事人没交情 秋意即使辗转听闻 也不能道听途说 以讹传讹不能以此免除合理查证的义务 秋意未能证明在发表言论前有今何种合理查证 法官认定秋意是公众人物 一向已皆必形象自居 影响力险非一般街头巷尾 寻常闲聊应刻以较高的查证义务 秋未经实直查证及轻率散步不实 有真实恶意考量秋在审理时未先悔意 也未寻求和解犯后态度欠佳 且是非谤雷犯将他判刑三月